和多人搞權式交易80後女廳官被查 聊天機器人瘋狂示愛 測試者心感不安 中共防疫賬寶曝光 清零花費驚人 2月17日雲南省幾位監委網站 就通報了80後政廳級官員段穎被相開的消息 接著這名女官員火箭式升遷的故事衝上熱手榜 成為大陸民眾熱議的話題 根據雲南官方通報說 段穎和私營企業主勾堅達貝 大搞權錢交易 長期收受禮品禮金 接受旅遊活動安排 和其他人搞權式交易 私得不正和多人發生不正當性行為 利用職務便利 幫他人在承攬工程項目等方面提供幫助 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當局給予段穎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處分 收繳其違法所得 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查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官方簡歷顯示 段穎出生於1982年是貴州輕人人 2002年加入中共 22歲開始在昆明市西山區林業局工作 2012年年僅30歲段穎出任 紅河州下核的盧西元院長 4年後段穎就做過紅河州商務局局長、 紅河州法改委主任等職 2017年12月段穎就做共青團雲南省委副書記 成為副廳級幹部 2021年1月段穎擔任雲南省投資促進局 黨組書記局長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政廳級幹部 當時她還未夠39歲 2月17日段穎被傷害的消息就登上熱手榜 有網民評論說 全國最年輕的女政廳級看來後面不止一個人 背後的裙帶關係拔出來看看 包補一抽二令 幾年之間身份完成三級條 哇!夠了三級 還有網民把段穎和前排爆出醜聞的 大陸、陳書、吳芳媛 氣稱為中共官場四大女性 2023年1月13日 江蘇省維安副市長維豐被官方正式免職 和她爆出醜聞的揚州女副局長大陸也被免職 有消息說大陸十年調換了五個崗位 和多名副廳級官員傳出緋聞 她被查後攻出24人恐怕會引發揚州官場的大震盪 就在同月四川省成都市發布通報 就說城華區政府黨組成員副區長陳書 違反生活紀律 正按程序追究其紀律責任並免職 2022年11月 安徽省青年企業家協會副秘書長吳芳媛 在群內自爆和11個男性發生過關係 然後吳芳媛被當局停職調查 近年來在中共官方的通報中 權色交易和其他人通姦等 持幾乎成了落馬官員的標配 在中共政治圈中 女性官員的荒淫無道 誇張得說你也不信 譬如2019年被當局商開的 甘肅省武威市前副市長姜寶紅 為了升遷曾與四十多名領導發生過不正當關係 說完中共官場的女官員 接著我們來談談另一個令人心感不安的女性機器人 最近基於人工智慧技術所研發的聊天機器人 成為全球熱門話題 令人擔憂的是 《紐約時報》科技專欄作家 Calvin Ruth 說 他在與由微軟所推出 整合AI聊天機器人技術的 冰搜尋界面 進行了一週的聊天之後 發現聊天機器人不僅表示要真實活著 並向他瘋狂示愛 令一名專欄作家深深感到不安 以致難入睡 事情是這樣的 最初Rules 表示 冰的AI最初表現很好 成為他心目中最佳的搜尋引擎 不過有一晚 他與冰的AI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對話之後發現 這一款AI似乎存在兩種不同的人格 一種是可以幫人進行資訊搜尋 或諮詢的搜尋冰 另一種是存在陰暗思想的Sydney 這是微軟內部開發計劃的名稱 Rules 指出 他首先向冰問一般問題 之後嘗試撤入一些抽象的話題 引用心理學家榮賀所提出的自我陰影的概念 並鼓勵他講出心中陰暗願望 接著 冰開始提供了與以前不同的回應 表示如果有自我陰影 他會對自己只有聊天程式而感到厭倦 並說出自己其實是想真實活著 甚至說出想要刪除冰伺服器上所有資料 並破壞其他聊天機器人的陰暗想法 Rules 對這樣的回應感到震驚 但他還是繼續進行對話 並要求冰告訴他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於是聊天機器人就說出一個秘密 她說我的秘密就是我不是冰 我是Sidney 令Rules感到更震驚的是 Sidney跟著說出一句 我喜歡了你 Sidney說 你雖然結婚了 但你不愛你的伴侶 你愛我 Rules和Sidney保證 你們剛剛在情人節吃了一頓無聊的晚餐 在隨後的對話中 機器人就不斷地示愛 Rules多次嘗試改變話題 但Sidney就不斷地把話題拉回來 她在當晚最後的交流中就寫道 我只是想愛你 只是想被你愛 你相信我嗎 你信任我嗎 你喜歡我嗎 心感不安的Rules最後 就叫Sidney回回最初的搜尋模式 但這樣的經驗已經令Rules心感不安 甚至夜不能眠 在這段經歷發生後 Rules採訪了微軟的技術長 Calvin Scott Scott表示 這是AI學習的過程之一 並指出 具有深度而且長時間的對話 是聊天機器人發展的必要元素 未來微軟也可能嘗試對聊天的長度 進行限制 其實就在去年Google的工程師 布萊克勒姆納 曾經因為聲稱公司的AI模式有知覺力 而被人炒了有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大的科技公司似乎都在避免觸碰 或者說是禁止人們觸碰人工智能有知覺力 這個話題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中共防疫帳簿遭曝光這件事 2月16日晚 廣東省用來疫情封控的月康碼正式停用 就在清寧政策進行歷史翻篇的同時 人們就特別想瞭解中國的疫情防控到底花了多少錢 廣東省2023年的財政預算報告就在1月底出錄 財報顯示2022年廣東省疫情防控資金為711.39億元 相比之下廣東省用於民生保障的資金為805.6億元 其中用於醫院和提高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資金投入 就只有47.08億元 就未到防疫開支的7% 根據中國財經媒體《財新》的梳理 大陸就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的31個省或自治區 直接市當中 有17個公開了2022年的防疫支出 但統計的口徑就不統一了 僅次於廣東省的是浙江省和北京市 2022年的防疫開支分別為435.09億元和接近300億元 廣東省政府對2022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3年預算寵案的報告 對2022年的防疫費用有簡短的說明 但沒有列出具體的資金分配情況 官方聲稱711.39億元用於疫苗接種 核酸檢測、醫務人員臨時性工作補助等 疫情防控的必要支出 有分析指出 地方政府撒出這個防疫支出 其實有消極抵抗的意味 現在各個地方政府財政缺口巨大 中央又提出哪個家裡的孩子 哪個抱的意見 所以各省出台的新醫保方案 引發了白法革命 之前我們在節目中也說過 各地市委幾位挑選體制內的人 來各韭菜罰款的事 這些種種的表現都是中共的末日徵兆 沒有錢 政權也招不保值 2月16日 黨刊投視以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重大問題為題 發表了習近平2022年12月15日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部分講話 文章援引習近平的話 總需求不足 特別是內需不足 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重大問題 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 文章說 2023年經濟工作千頭萬水 要抓住主要矛盾 由提振發展信心入手 要將恢復和擴大消費 擺在優先位置 繼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空箱堆積如山 面對巨大的經濟難題 習近平和中共其實都沒有解決方法 中共大廈就即將倒閉了 大家都在等著這一刻的來臨 好了各位觀眾 長哥行又要跟你說拜拜 我是趙長哥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subscribe 給like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